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上场指数的日线 今天下跌了17.73 跌幅0.5% 收盘3398 距离我们3357 是吧 40个点 盘中最低3373只差了16个点了 然后呢又收回来了 又收回来了 形成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 就是说 大家注意这个5啊 3398的位置上出5 那么低于3357点 主要低于3357点 会出数字啊 如果在近期的话 就会出6789能理解吧 就是这个 目3357要低于现在40个点的 现在是3398 如果低于40个点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中阴线了 在中阴线的位置上出现 因为如果明天到的话 是6 后天到的话是7 就是下周1是7 然后下周2是8 下周3是9 那么在这个周期里 无论哪一个到达了3357 它都会出现 6783个数字是中阴线 能理解不 也就代表出9的概率是大概率了 所以上一波 主要上一波 这个9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它虽然说出9了 但是它不在结构上 这波呢 很有可能就出现了 顿化加9 如果近期下跌 低于3357就会出现顿化加9 低于3357就会出顿化 而且只要低于3357 在近期四天内 就会出现一串序列 明天也会 明天低于3357 明天也会 下周1低于下周1也会 但这里边的有一点 就是目前来讲 下周1收盘价格和明天的收盘价格 都是有要求的 好吧 明天的收盘价格 低于3412点 才会延续序列 高于3412点 序列重排 下周1收盘价格低于3396 现在是3398是吧 下周1低于3396才会有序列 所以呢 就是我今天下午说 我说最好 今天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周五和下周一 最好是下跌了 周五和下周一 如果是下跌了 并且能够低于3357 下周三 那就是 就是 我预计啊 是今年上半年最好的点了 下周三 如果能跌下去的话 跌不下去的话 你像上一波 上一波咱们说啊 准备自己 是吧 准备买入 我说低于3357 我们就要准备自己了 当时3363差六个点 是吧 收款价格还是收款价格 差六个点 结果呢 没有结构 是吧 但那一波也不是低点 到现在为止啊 那一波 你们听到风声了吗 你们听到了吗 北京是要风的 这是 老大了 太恐怖了 就刚才那股风 我估计能有个七八滴吧 我们继续讲啊 黑山老腰来了 是 你看下午 现在下午三点半 跟这个 你们都不知道北京啥天气 跟世界末日似的啊 黑黄黑黄的 黑山老腰来了 刚才讲到哪了 讲到黑山老腰了 别闹了 叙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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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意思啊 就是明天周五 下周一最好是下跌的 如果周五和下周一 下跌的并且能够 这两天有一天 能够低于3357点 下周三动手的概率就极大 而且下周三成为 今年上半年 重要第一点的概率极大 能理解不 就你能找到一个 确定性非常好的点 就跟去年的 2月4号 3月19号一样的点 但是如果明天或者是 这个下周一 明天是高于 3412点 下周一高于3396点 序列又重排了 这个序列重排 是很讨厌的 是吧 很讨厌 那一重排 那就代表你出九 你至少得等十个周期 一拖就十天 一拖就十天 因为重排就变成高一了 高一之后 假如说再出第九的话 你看还得逼 然后第二第三 对吧 我说至少得十个周期了 所以这个就相对来讲 比较麻烦 因此呢 就是今天其实啊 下午不收盘 不收回来比较好 但是收回来呢 也行 因为5呢 这个数字 它出现中阴线没用 678 这三个数字 出现中阴线 是下午最好的 所以呢 我们就期待 周五或者是下周一 这两天 出现中阴线 然后呢 下周三 咱就准备买入 周五要下周一 不出现中阴线 我们就得继续等 因为我说这个买入呢 它有一个日线的 敦化加酒 日线的敦化加酒啊 继续讲啊 继续讲 所以呢 这个明天周五和下周一呢 最好是中阴线 中阴线的话 我们说这个 出低九的概率就大 那么有两种情况啊 一种出低九 但不低于 不低于3357点 不出结构 一种呢 是出结构 但是 但是低九没有反应 这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呢 都是相对来讲好处理的 现在呢 就不好处理的什么呢 就这个地方一往上涨 序列又重排 这是最不好处理的 所以呢 明天或者是 周一中阴线的话 下周 买入的概率 大幅提高 八成以上要买 今天就不好处 今天就不好处 等吧 那那那等 私事漏事 唯无得行 明天周一大阳线呢 虚列重排了呀 虚列重排 并且低于3357点 就是 它没虚列了 但是它有这个顿化 也是等个问题 3357怎么来的 3月10号下午收盘价格 3月10号下午收盘价格 它同时重要 它同时是日线的收盘价格 也是120分钟线的收盘价格 也是90分钟线的收盘价格 也是60分钟线的收盘价格 这个还不一样 有的时候呢 它是90分钟的 但是不是其他的周期的 你像11点 11点是90分钟的收盘价格 但不是其他周期的收盘价格 好吧 下周要买 主要买什么 什么板块 下周再数 下周再数 跟上次说的 相差不会特别大 大家耐心一点啊 耐心一点 但是呢 我们只是说 它向下走会简单啊 并不是和这个期待的向下走 我们只是说 它向下走简单啊 明天直接突破双趋势 岂不是更好 卖出了之后 都想逢低买入 能有逢低买入的机会最好 看120分钟线啊 120分钟线是高一 这个序列就重排了 对吧 高一 那要出低九 至少还得九个六期 九个六期就四天半 假如说 是吧 四天半的话 刚好也是下周三左右 应该是下周四的中午 但是也算是下周三左右 但是呢 就是由于它是一嘛 就这种数呢 就120分钟线估计不出序列的 该最大 咱们再看 90分钟线 90分钟线是第三 第三 90分钟线第三 但是你看这个值啊 绿角线的峰值在往回收 这个绿角线一旦形成红角线呢 它就不能跟之前 那个最低的峰值进行对比 90分钟就失去了 大级别底波 顿化的可能性了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是上涨 对90分钟来讲呢 就是影响比较大 对日线和120分钟线 影响比较小 90分钟现在目前是第三 每天六 那么它出九 如果向下走的话 出九的时间点 是下周一的收盘 胖老师要是在广东沿海 每年都有机会见到台风 真的让你飞 真没见过台风啊 但我听说挺吓人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看到台风 但你们看不到沙特茂啊 就这天气 北京这天气 美国飞人来了 超人来了 内裤外科安的那位 他在看好电信单子 很容易装上 他说喜欢沙特茂吗 谁喜欢呢 这个天气看起来都 蜡蜡蜡蜡的 好 下面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该说的都说完了啊 这波调整下周能结束吗 假如说今天 就明天和下周一是相涨的 没有 不好说 你就无法判定下周 假如说明天和下周一 这两天是下跌的 下周三 成为重要低点的概率其大 但是也不是说 很多时候重要低点 它不是一次形成的 有可能多次 但是呢 我能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明天和下周一是下跌的 并且低于3357点 下周三那个低点 非常好 好到今天上半年以来 我认为我能找到的点是最好的 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不 谁明白 好吧 想起了一首歌是吧 我是风 你是沙 这回是风沙一起来的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如果明后天上涨 会不会走突破趋势的路线 也很难啊 突破趋势还很远的 还是很难的 突破大阳线是吧 大阳线突破趋势 那就别等了 趋势呢 最后防线 所以趋势不能违背 所以我们只要尊重趋势 肯定不会犯原则性的错误 后面大开大合 所以你只要保持着 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 就越到这样的位置上 你越要尊重趋势 那么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啊 不会犯原则性错误的 自然股界面的 净资产收益率和 机油龙头的净资产收益率 TTM不是数值不一样 一个为负 一个为正 算法不一样啊 一般来讲的 就是说我们的F10里的 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是不是我们算的 是数据库提供公司 他们算完之后 直接我们就直接用 他的数据了 但是呢 净资产收益率呢 我们直接就算了一遍 我们算了一遍呢 就用的最新的 TTM算法 TTM算法是计算 最新四个季度 它不是指去年的全年 而是最新的四个季度 明白了吧 就加入了今年的一季度 所以呢 它两个可能就不一样 包括去年还是疫情年 疫情年很多公司 它是受影响的 但是今年一季度 它可能就恢复了 明白了吧 所以呢 这个是不一样 它是因为数据源不一样 我们没办法把我们的数据 直接改成那个数据库的数据 因为这个数据库是别人提供的 所以不用再问这个问题了 我们一直解释多少遍了 好不好 算法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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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开大盒怎么理解 后面会加速 我们只是不知道 向上加速还是向下加速 我们再来看向上的概率大 概率大并不代表它一定会 对吧 所以我们说 在目前这个地方 我们要大开大盒 就是意思 不能犯原则性的错 你说我们说向上的概率大 趋势迫背 我们就不卖 我们就挺着 今天有学员说 他说我就扛着行吗 死扛行不行 我说你死扛 你这波不死 你下波也得死 说交易最忌讳的就是死扛 对不对 股单那个时候死扛了 多少人都扛死了呀 未来的这个交易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那种极限行情 极限行情过程中 对于很多的这种死扛 那就是扛死 比尔黄先生 如果不是死扛 能够卖出一部分的股票 主动卖出 然后抵御一定的风险 至于跌成全球 有史以来个人单日亏损金额 100亿美金以上 成为历史 人类历史之罪吗 他不就是死扛 把自己给扛死了吗 所以做交易 你说你要有死扛 这种想法 得多危险 严重批评 特别有风险 严重批评 就是你这样的这个想法呢 就代表了 你这一生的交易生涯 都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 我这么说 希望你能够深入思考 你的一生的交易生涯 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 我在交易这么多年 从来不敢有这种想法 我在交易这么多年 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这么多年 跟大家都是实打实的过来了 很多人的交易 那就是自己靠嘴说的 那咱们都是一步一步交易过来的 每一次交易都有 明确的交易的建议 对吧 从来没有模棱两可 所以这一路都是交易过来的 你就会发现 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这十年的时间里 没有犯过一次错误 原则性错误 我一次都不敢犯 还死扛 天哪 谁教你 明老师是谁 你要回死扛的话 你出去别说是徐老师的学长 徐老师丢不起的人 对 有的时候错一次 你像比尔黄先生 错一次 就翻不了身了 但是呢 就是说 我在跟大家说一件事 你如果研究了这个比尔黄 你会发现 这位老先生 偷偷的 据说在纽约的市郊 住了一个200万美金的房子 生活也很低调 也没有开什么名车什么的 但是他的个人资产已经100多亿美金 而这100多亿美金 就是用了这个高杠杆 跟银行之间做的互换合约 然后呢 高杠杆 然后差不多5亿美金起步 是吧 每几年时间干到100多亿美金 所以呢 就这种 这种操作呢 在这么多年里都是顺风顺水 然后死在了三天之内 是吧 实际上呢 真正死了就是一天 死在了一天之内 而且死在了一个 他认为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公司 那个公司呢 是一个美国的传媒公司 他旗下好像有 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公司 叫啥来着 派拉蒙呢 还是米高梅呀 非常有名的 他的适应率三倍 我跟大家说过 适应率三倍 也就是说这个 公司市值30亿美金 每年盈利10亿美金 每年盈利10亿美金 你说他公司估值30亿美金 他合理吗 但是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司 当然他挡上去之后啊 这样的一个公司 他不断的加杠杆 出了一个增发 45亿还是多少亿的一个消息 然后瞬间就跌了24% 然后他又重仓 五倍的杠杆 跌20%不就没了吗 跌了24% 然后瞬间就到了他的平仓线 平仓线他就舍不得平 然后呢 被强行平仓 强行平仓 像那个后来我就说了 这背后还有高升 高升这个人啊 高升这个公司呀 咱们没有说 小心点 这坏头的这个 这家伙坏头了 对吧 他往直卖的时候 就属于那种 崩寒式卖出是吧 但是呢 你目前回过头来看 他是对的 反应的快 下手狠 又快又狠 导致他的损失最少 因为反应过来的野村 和瑞士近代 不 叫什么来着 这两个公司 另一家叫什么来着 野村正传是吧 日本的 还有一个 瑞银 瑞银 这两个公司呢 反应慢是吧 然后就巨额损失 就是他强平 他也无法 就是类似于 也无法能抵住他的亏损了 所以呢 他们两个呢 一个大概亏了几十亿美金 每个都亏了几十个亿美金 巨亏 而且呢 还有一部分仓位 到现在也没平出来 导致呢 就近期的他们 爆仓的这个中概股啊 包括这个 这个中产股啊 其他美国的这个中产股啊 近期还在下跌 近期还在下跌的就是 野村和那个瑞银 瑞银信贷是吧 瑞士信贷啊 我忘了是哪一个了 就这两个公司 他们还在继续往处抛售 他们也扛不住了 所以我刚才举这个例子 是想告诉大家 你在承受杠杆的好的时候 也可能会承受杠杆的坏 我曾经举个例子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是吧 整个规则 如果钱无限大的话 它是不亏的 它是没有亏损的可能性的 连续盈利 它是做套利的 连续盈利20年 套利的空间其实很小 套利的利润很小 但是套利它稳定嘛 那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做套利的人 就会加大杠杆 但是没想到呀 在第21年死掉了 是吧 最后也有高盛 然后呢 中国的国航 东方航空 中国旅业 还有这个 太多了啊 我就不一不一说了 这差不多我曾经历史上 跟大家讲过六七个 背后的影子都有高盛 后来我就跟大家说 一定要小心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快偷了 遇到他 建议就是跑 打不过 真打不过 遇到他就是跑 他说什么话别信 就行了 对不起 我耽误不上 就行了 好吧 你也别不服 我说跑 那是对打 目前跟他打 就没赢过 历史的过程中 到现在没赢过 像这样的一个对手 你说你干嘛 为了跟他硬杆啊 你硬杆 你不给人家送钱去了吗 是不是 不聪明吗 就在人家的地盘上 人家是规则的制定者 人家有价格的决策权 决定权 又是规则的制定者 一手当裁判 一手当选手 你还跟人家玩 你脑子里有病 你多傻 才能跟他玩 就两种情况下 能打败他 第一种情况呢 来吧 来国内 来中国 我们来制定规则 收拾住他 收拾住他 不多讲了啊 我欣赏一下 窗外的夏天豹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